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有声世界 今天汉语基础智慧的内容是 作息单元3 生活作息呢 其实跟健康息息相关 因为呢 在汉族的中医里面呢 有分12时程养生法 在每个时程中呢 都对应相对的丈夫 该如何养生 我将会在下部影片呢 来为你做介绍 那今天呢 为各位介绍的是 作息 上厕所 看电视 洗澡 上床 睡觉的念法和例句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提醒你注意在影片中 白色字体是繁体 绿色字体是简体 请注意一下字体的差异 作息 作 声调第四声 息 声调第二声 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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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每日正常的作息能维持身体的健康 上厕所 上 声调第四声 侧 声调第四声 锁 声调第三声 上厕所 上厕所 例如每天能够上厕所三次 表示你的肠道很健康 看电视 看 声调第四声 电 声调第四声 是 声调第四声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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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 TV 例如小明边看电视边吃饭 会让肠味道消化不良 洗澡 洗 声调第三声 澡 声调第三声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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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shower 例如每天早上起床 先洗澡 会让一整天的精神都很好 上床 上 声调第四声 床 声调第二声 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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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bed 这个词语的解释是到床上去 另外在汉语中还有别的意思 指的是异性同整而眠 并且发生性关系 所以在应用的时候要小心 例如每天十点以前上床睡觉 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的机能 睡觉 睡 声调第四声 叫 声调第四声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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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 例如睡觉时音观灯睡觉 才能让退黑激素生成 每日一句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成语是 废请旺时 废声调第四声 请 声调第三声 旺声调第四声 时 声调第二声 废请旺时 废请旺时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顾不得睡觉 忘记了吃饭 行容专心努力 废是停止的意思 废请旺时 也是行容对某件事情 专心致志 或是忘我的工作 或学习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希望这样的方式 能让你更快的融入 生活化的学习 并且你也能够乐在其中哦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希望能为你在这忙碌不堪的生活中 带来一点温暖与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 给我一个赞 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我们一起加油吧 想念过去 你也不停地 你能不能缺乏 你想念太阳 你也不再会 我是简单 乱 你 你 咱